三代人不懈的传承和创新 您自身就是传家宝 逼散了六十多年的景泰兰仙鹤 传承了怎样一种家国情怀 寄托对他兄弟的思念之情 笼罩着皇家神秘色彩的墨浴侧业 见证了怎样的一段爱情传奇 一个大庄园住的女儿 嫁给了一个求书生 一个求学者 母子俩带来的珊瑚狐猪碗 到底有着怎样的非凡身事 胡子是虚心有结 红色的地方我就觉得很像我妈 在教育我方面的比较火爆 请收看寻宝春节特别节目 传家宝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寻宝春节特别节目 传家宝 那我们来看第一阵寻宝到底是什么 吉祥之物 鹤 请出这位春家宝的吃宝人 我们家呢 以前呢 是医药室家 我爷爷呢 继承了家业 大爷爷呢 短转 去了国外 走的时候呢 就带走了包括这一队 实际上这是一队 对 那从此之后呢 就遥阴性 失去了联络 但是兄弟俩的情意很深呢 在我们家过年的时候 我爷爷就会在桌上 撥放一副网派 实验他的大哥啊 那直到九零年左右 美国来的一封信呢 让我们两家又联络上了 他就把这一支鲜河 拿过来 祖托我们 带回国内 带回给他的弟弟 以寄托 对他兄弟的 心念之情 那所以呢 这一支鲜河 也成为我们家的一件 丸家之宝 嗯 这是真正的丸家之宝 从时间空间上 他付了很多含义 还是请专家来看一看 好吗 好 好拿吧 好拿 小心啊 同胎卡斯法郎 最值钱的是什么呢 是动物 是人物 这路东西啊 最难成形 因为这个成形都是铸造以后 追跌出来 追跌以后呢 看起来如此大的这样一个单顶盒 这个造型就使能很震撼 其实呢 我们看他的 插丝的工艺 这个羽毛啊 这个羽毛啊 不乱 又比较密 它的颜色掌握得很得体 底座 展克 六金 欠宝 四个角度 四颗红宝 这个六金又厚又亮 金色 纯真 如这种黄色 纯真的 厚重的 是乾隆的 所以这件东西呢 有皇家之处 定是出自 故宫里边 哪一个殿里边的东西 在我们故宫啊 很多殿堂里边 皇帝的玉座两边 都摆放这种掐丝发廊的仙鹤 为什么要在玉座两边摆仙鹤呢 诗经里说 鹤名于酒高 声文于野呀 那么皇帝的指示 要发辩全国 所以呢 他用仙鹤来作为这个象征 蔡老师 他成对的 他的价值应该是多少 如果单个的话 就在三百万 嗯 成对的话 绝对是 超过价格的价格 嗯 七百万 八百万 都可以 嗯 谢谢 谢谢 王牧 它的瓷花板 你这个颜色不太对 我觉得 这是洋蓝 你来假呀 像燕皮 有现代的燕皮 我觉得 很大吃 很大 维持 能卖呢 我自己不想卖 哎 那你如果这是花 现在要值多少钱 大只给它三十多万 这是它 真的不卖 高价水也不卖 不卖 不卖 因为这个东西代表了 我们两个家人的一 太好了 对 你应该这样 欢迎他 你有这么大车盘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您这幅瓷板画 这块瓷板 迎接了我们三家人的情谊 九八年 是我高中的一个同学 要出定居 他去一边钱 他家里以前是一个大户人家 不光有这块板 还一般要大批 我想 你同学一定的帮他 但我自己没那么多钱 我来请我一个朋友 一起凑了钱 给他出锅 让他把这个东西就留下来了 这块板不光 记载了我和那个同学的情谊 还有我那个朋友借钱的 两人说的钱 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讲迹 要去卖这一块板 您知道这是谁的作品吗 王布 王布 这个王布画的话 也不是太多 对啊 那就关键 这是不是王布画的 对 如果专家现在说不是 也不要紧 好 我就等您这句话 好了 我们听听专家的意见 我们先给他这种态度鼓鼓掌 王布被称为青花大王 他字叫朱熹 江西丰臣人 他的画的层次分明 颜色鲜艳迟烈 2013年的春天 香港一个王布的山水人 我一个小瓷板 拍了一千万 你这个东西要是真的话 那确实要不起 但是你这个上的画呢 我们一看 颜色倒是看着鲜艳 啊 画的还比较工整 但是这画的这个笔法呢 我们感觉不对 有点问题 另外呢 这个上面的丙银年 丙银年是1928年 那时候在民国时期 烧这么大的瓷板 很难 为什么 没有那么大的窑图 所以那时候瓷板都不大 没有大件 同时瓷板的背面呢 必须有一条一条的力度 你这上没有干干净净的 所以这一点烧造方法 决定了它就是新东西 好了 这个结论 非常紧 非常紧 但是也是记载了 你们三家的这个情形 对对对 谢谢 好 大夫 大家好 这张画您怎么得到的 这幅画是我外婆留下的 哦 但是您一听说这是登基传家宝 您就来了是吧 对啊 我们家有传家宝啊 是吧 对 金老师 的确是传家宝 我跟你说 这个呀 不仅是艺术的传家宝 对精神上它也是传家宝 这个作者叫汤迪 他号定之 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位大画家 在当时老北平啊 汤定之可是大大的有名 他跟这个蔡元培啊 庄运宽啊 马旭伦啊 梅兰芳啊 这都是好朋友 可是日本人来了 坏了 移居上海 得了肺结核 贫病交加 这个时候也是他的一位老朋友 大汉奸梁洪志来了 哎 说老汤啊 汉奸政府在南京成立了 你给画个画祝贺一下吧 他说不行 你给我重金我也不干 忍着病 这个时期他画的画 都是这种墨松 就是用棕树的这种气节 来勉励自己 来勉励读者 这个画呢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图章 叫换米 换米 可见呢 当时穷的就是画画换点米 能够果腹而已 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 要学习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 这种高尚的人格 他的画应该存世还比较多 所以像您这一副呢 我看应该估价在十万到十五万之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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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出这位传家宝的持有者 王老师好 欢迎你 孙悠孝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这是孙悠孝妈 嘉琪 敦敦 他们是母子二人 大家好 孙悠孝 你这怎么会有这么一对碗呢 这个送给我的 对 上面有竹子 妈妈的心动 竹子很像 就是在那么一个复杂的一个圈子里面 但是它一点都不浮躁 然后在上面有很多红色的地方 觉得很像我妈的另外一个性格 就是在教育我方面呢 比较火爆 对 开玩笑 很常人一样 但在家里面呢 就是家里的所有的事情里外事 都是我妈来操办 弄的这么一对碗 送给妈妈 是的 那你保证她这个东西对吗 当代吗 这就 一百多年了 这就应该能 不敢保证了 这么一位就不敢保证了 好好好 就是不对 对妈妈就是真情 也是对的 也是好的 有也是在想的 对让我们的心 为人父母者感到欣慰的 就是儿女的孝顺 孩子们您懂吧 真的是 川家老师们好 这一对我们叫山户红柚 白竹纹的小碗 下面有款 大清光绪粘制的 写得非常规范 而且深入到胎股里去了 制作得非常精细 我们手一摸 我们手一摸 从下面足底往上摸 逐渐减薄了 下面重一点就比较稳 从制作的工艺上看 都应该属于光绪的一个官窑的 山户红地的白竹的碗 这一对 都是对的 谢谢 真为你 不是操心 2012年12月7号 宝丽开卖 拍了一对乾隆的 这个小碗 拍了115万 但是你这个呢 光绪的价格就比乾隆要低 应该在20万左右 竹子是虚心有节 又有节操又虚心 这个呢 跟你妈妈的品质正合适 另外呢 还有一种含义 竹抱平安 古人烧那个竹子 啪啪一响 可以把这 这个妖魔鬼怪都吓走 所以我们放抱竹嘛 竹抱平安 那么竹碗 送给妈妈 保佑妈妈平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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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么精巧 您好 介绍介绍你这件藏品 我奶奶的价格 后来就是那个年代的人经历了一些特殊时期嘛 然后就非常遗憾 这个东西就丢了 直到去年的时候 我父亲去国外的一个那个 就是也是搞收藏的一个朋友家做客 然后呢 看到现在这个 跟我奶奶情绒的那个非常的像 这样一个一个像牙的 感情像失而复得 对对对 这么多年了 而且流落他乡 对 然后呢 跟那个朋友商量 就说 讲了一下我奶奶和这个 收拾盒子之间的这个故事 这个朋友呢 就也是觉得 父母的这一篇孝心难得吧 然后呢 就把这个盒子 就算认通歌爱 然后让我父亲了 如果这个盒子 是跟一天来的那个一样 也是有历史的话 就把它当成我奶奶 八十大顺的生日礼物 送给我的男人 寄托这么多东西 是 行吗 拿给大家盖一下 这件东西呢 是广东亚调 它做的呢 玲珑贴头 有的地方呢 这里旁边的边色 松车葡萄 中间的主题呢 是山水人物楼台填格 里边有一些东西呢 真是细路法师啊 它这个象牙 是很薄的 一层皮一样 薄薄的东西 你看这个底下 很薄 我再得看 而且一些 我们北京亚调 调得好 它有王掐之气 但是 要做的那么玲珑 提头 那么细 只有在广东 因为什么 我们北京干燥 你要做到这样细 自己就要爆掉 那么这件东西呢 从它的造型 做工 颜色来看 应该趁在手上喝 很深的手上 不愧传家宝 好 很好 来 这什么碗那么珍贵啊 穿家的 谁穿呢 爷爷的爷爷 能叫好名字吗 这个真叫不上 叫不上那个 不懂这个 这叫腊巴蒜色的小醋碗 后来吃饭的 吃饺子用的 这个颜色比较特殊 在这个清代的档案记载 这个叫秋葵绿 这种秋葵绿的幼色呢 是在雍正时期已经开始有了 这里东西一般都是小巧精致 所以这东西应该啊 从这个柚子的这种精细 从这些造型各方面看 这东西应该是乾隆时期的一个官窑的这个小精品 我想请问一下老师 这个碗的价钱 2013年的10月8号 在香港的苏士比 有这样的一个 它是雍正的 标价是220万到280万港币 那么你这个要比它小 而且是乾隆的 它的价格相比来 应该在60万左右 笼罩着皇家神秘色彩的墨浴测页 见证了怎样的一段爱情传奇 一个大壮业入的女儿 嫁给了一个穷叔 一个穷学者 精美的青花赏评 承载了爷爷怎样的情怀 做人就要向这个瓶上的青花 清清白白 充满玄奇的鸟笼子 又将引起怎样的轰动 请继续收看 传家宝 大家过年好 你好 王冠老师好 您好 一套千年不朽的书 您应该熟悉 八真冒念之宝 我的老上司乾隆的 我的外婆 给我母亲留下的 我的母亲就传给了我 我的母亲是个大庄人主婚女儿 当时呢 我父亲虽然经济很紧缩 但是她才华出动了 我外婆地主让我母亲嫁给我父亲 举办了当时很隆重的西式婚礼 我外婆给的时候悄悄地跟我母亲说 说让这个预测呢 在家庭比较积蓄的时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我母亲没有想过这样变卖 我印象最深的 当时在困难时期 特意买了一杆秤 就是每日算的 像冥堂 也像天底下 可爱的母亲们 可敬的母亲们 只以我们晚辈的敬意 这里边呢 是碧玉预测 新疆碧玉 这个碧玉啊 实际上颜色像菠菜绿 比较深 仔细看来呢 绿里边呢 还带有一点点的黑点 很稀罕 它要十二开 这个料 我们去想一下 它有多正贵 然后呢 摘烁它的雕工 我们看 一种皇家之气 统治天下的祭婆 就在这里 就体现了造办处的风味 这个庄政上下两页 子坛的小页子坛 是乾隆皇帝玉字 好好好 谢谢大家 香港度比 2010年春 它拍了一件 青玉暗客 钱金的测页 拍了 一千七百多万港页 这个两测 价格呢 应该会 比那件 应该会高一些 谢谢 谢谢 好嘞 这是一件清代康熙 余家乐 常景平 我父亲 八几年的时候换的 康熙年代是这个款吗 是啊 是啊 怎么 放箱馆 你卖吗 这几次的 不卖 那你想多少钱 那你出多少钱 我都不卖 还想把它留上下去 好 对 家长 来吧 大家好 大家新年快乐 你好 这也是我父亲 八几年的时候 从廊房吵到的 他叫常景平 名字其实 他看这个青花挺漂亮 用一整袋花生米换的 他认为什么年代的呢 底下有款 康熙的 康熙的 对 这个瓶子呢 他的脖子比较长 这种风格呢 是康熙时期流行的 那么绘画内容呢 我们一看 也是康熙时流行的 瑜伽洛里表现的 你看这上画的 有谱鱼的 还有这个聚在一起 喝酒啊 唱啊 但是是不是康熙的呢 从下面这个胎一看 康熙的胎 像糯米汁一样的 比较坚硬 细白 而且很云静 我们看你这个 幼崽很松软 而且上面还有些 起的泡 这个情况呢 和康熙是有区别的 另外 画的方法上不对 鱼肤 腿和胳膊 画的 显得臃肿 无力 不符合 康熙时期的特征 这应该是个新的 现在的防水 请出这位 川家宝的持有者 欢迎光临 波 嘿 兄 老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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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这么低了点 哎 他就不是这么回事 哈哈 这波 你怎么会有这么一只鸟笼子 我祖父的 呃 我祖父是青桃人 然后我们家是搞皮作风 这笼子是 我祖父什么情况下得到的 我就不知道了 在我们家藏在哪儿 我知道 藏在哪儿啊 我们家那个房子里头啊 有一夹壁墙 这你鸟笼子 至于藏在夹壁墙里吗 这夹壁墙里头有一坛子 一个缝 底儿冲墙里头 口冲外 这个再 顺进去 顺进去 这您得细看啊 这我得说几个细节 您看这上面五个小耗子了嘛 啊 这个耗子眼睛啊 都是拿手垫一照会放光 是什么宝石我不知道 抓是黄药木的 抓上面这个片 据说是象牙的 再调着竹子的 这几个罐也是老的 嗯 这是这儿老东西 是这儿老东西 究竟老到什么程度 啊 它的这个价值多少 还要请专家来看一看 给专家找找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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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个打扮 手里托着这个鸟笼 天桥上面一扇 老北京的味道 拿了这个鸟笼啊 就知道是个玩家 但是这个鸟笼啊 这个做工呢 我看不是我们北京做的 嗯 是南方做的 是广东地区的做工 那么 其实做工很精美啊 这个鸟笼啊 很细 弹性很足 做雕像这里啊 松丝葡萄啊 栗子啊 鸟笼上边的东西 五个老鼠 老鼠是柴 老鼠的眼睛 看了一下 玻璃 老玻璃 哦 玻璃 我们又叫琉璃 琉璃说 一照的话 透的 亮亮 旁边嵌的象牙 这一路做工 全是广东地区的特色 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啊 我认为 已经一百多年了 晚清时期的东西 这种体质非常繁衡 不是说真正养生什么鸟那种的 因为它的做工太精致了 它就一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它雕刻的这个纹饰都不一样 透雕 而且意义都非常好 在这个鸟笼的当中 做这么精致的 还是很难见到 里边的鸟笼的瓷器 装饰呢 也是光绪的 都很稳和 很稳和 原配 保存那么完整 现在也很简 是 价格呢 我认为呢 应该在十万左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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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画的瓷板画啊 这个是我太老爷留下来的 然后听我老爷讲呢 这个应该是 珠山八友和雪人的作品 应该是一个瑞雪图 我们知道这个何许人 他叫何处 他是景德镇防古词的一个大将 是高手 那么他的作品呢 以雪景山水最为拿手 他的画呢 是平淡天真 消散咸宜 我们看这幅雪景图啊 画的 我们摸着 已经凸起来了 这个雪啊 已经凸起来了 而很厚 这个白雪啊 画的很厚 也发亮 看来有一种立体的 油画的效果 所以这个雪景山水 确实是画的非常的好 有立体感 东西是真的 谢谢老师 2012年的6月5号 矿石拍卖了一个 何许人的 一个雪景山水 寒江独调 当时拍了368万 所以你这个小品呢 虽然小 也应该在200万左右 瑞雪赵丰年 对 咱们的马年呢 一定是个大丰收的年景 谢谢你带来了 好兆头 也谢谢专家老师 谢谢 今天带来的这一件 是西南橙香雕的 菩萨观音百件 我闻一下 你这个 我是中药士 我咋觉得 就像那种檀香的 上等橙香 它是被誉为 橙香里面的钻石 你那个是要卖的吗 不会的 它在我的心中是无价的 我要做一个团家宝 夏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好 王八老师好 你好 今天我和我的战友们 一起来给你拜年了 从你的战友 对 你看到 在这呢 一个加强牌 我当过兵 我当26年兵 就得叫一声战友了 我想咱们两个人 一块借这个春节 这个机会 你知道 在我们部队 很多岗位上 还有很多咱们的战友们 还在那 值班 放哨 进行各种训练 借这个机会 我们也向他们 致以春节的问候 来 战友 敬礼 今天带来的这张宝库 珍贵稀有 内涵丰富 台子啊 比较难得 是沉香的 雕工也比较精美 你拿起来闻闻 看看有什么 香味没有 不用摸 直接闻都可以 有微微的忧香 但是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不算 那得太香看 淡淡的香味 沉香 太香俩字 沉香 这个结论很重要 但是这路沉香呢 我认为 还是越南香 像现在的市场也是很好的 也不过呢 它的做工是新工 是福建工 做工呢 是一般般的 我们对这件东西的理解 应该从香文化的角度上 都化的力气 如果这样的一根香 做得好的话 三五十万都有 那么这一件呢 做工稍微差一点 我认为呢 它这个价位呢 总在二十左右 这不错了 您知道 好 谢谢老师 这个瓶子 对我 那个印象 最深刻的就是 我小时候 因为它挨过一顿揍 小时候我到我爷爷家去玩 然后那个 发现这个瓶子 就放在那 小孩手一嵌 上去就拿 结果没想到 这瓶子又沉又滑 滞了一下就往下粗了 幸亏有这个口言 大家小时候各想 没摔着 不过还是爱了一顿揍 后来啊 我才知道 为什么那个 我爷爷这么真爱这个瓶子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律师 参加了五六年 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当年在沈阳的时候 他的恩师 送给了他这个瓶子 说做人就要像这个瓶子上的青花 传之莲一样 清清白白 对 后来我爷爷把这个瓶子传给了我父亲 我父亲又传给了我 我想啊 这个瓶子 传下来的不止是一个漂亮的花瓶 还传下来的是我爷爷对做人的感悟 我希望 那个将来我也能把它流传下去 好好好 那传下嘛 传对这种精神 青花赏平呢 这种形制是从雍正开始的 但是雍正时期呢 制作的数量很少 而乾隆时期是制作量最大的 一直沿用到清代晚清宣统时期 都有 一直都有 当时啊 皇帝啊 赏赐的大臣 也就是 为官清廉 这个瓶子呢 清花的深沉 啊 禅之年画的也很精致 啊 这个气形呢 非常的周正 啊 圈族的底诱啊 微微有点小的 起皱纹 圈族是修模的 非常的规整 啊 应该属于乾隆官瑶的一个 清花上去 嗯 不错 嗯 听听它的价值 2012年的5月27号 我们汉海的一个拍卖 当时拍了一个 呃 乾隆的官瑶的赏评 它的价格在345万 嗯 怎么样 很好啊 嗯 三代人不懈的传承和创新 神功 您自身就是传家宝 一块疯狂的石头 三点九 二一成交 差点没掉地 做工考究的神秘藏品 它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 不连这个葫芦梦 不容错过的精彩 近代传家宝 大家过年好 哎 您好您好 老老师好 看着详语缭绕啊 挺喜庆的 嗯 这是我姥姥留下来的东西 你姥姥 对 姥姥的那个父辈呢 在大连开那个 绸缎装 哦 嗯 这个呢 是当年姥姥的嫁装 哦 当年姥姥的嫁装 对 您看啊 这是江南之灶 陈七之寿 江南之灶 嗯 我们可以追溯到乾隆 是乌正啊 很早以前 自己能想到曹雪芹啊 和他的父辈 还能够联系到红楼梦啊 既姥姥说 说到这一家的这个 呃 织出来的那个段子 都是 是聚用的 嗯 就供给宫里用的 所以呢 我们觉得它非常的珍贵 嗯 我们就一直很好地保存它 大家看一看 好吧 江南之灶 江南之灶 陈七之寿 陈七之寿 嗯 不理解 那么江南之灶啊 我们知道 那个在清代呢 宫里边所用的一些布料 锦料 都来自江南之灶 啊 包括大臣的骨质 皇上用的龙袍 都来自这 这个地 江南之灶 江南 苏州 杭州 这三个地区 都生产这一路的东西 供给北京 王舍使用 之灶大臣呢 在清朝 可是个大官 他不仅 担负着 给皇家 供应纺织品的任务 而且呢 是皇帝 最亲信的耳目 曹雪芹的祖上 曹寅 啊 那就是制造大臣 啊 他每隔一段时间 直接给皇帝上逆折 啊 监督当地 江南官员的动向 而且民情民意 详详细细的报告来 呃 这个七十四啊 是满洲人 呃 是晚清 制造大臣 那么像这一路呢 我认为呢 是景地 这里边 带有些经线 比较考究 时间上 按照他这个老化的程度 按照他 这景的 编着的时间 来看 我认为呢 应该是晚清时期的 这路东西 现在顺势量呢 不多了 不可能有大快乐 所以你这个整片的东西 应该说 在二十万 到三十万时间 嗯 好 好了 好了 谢谢 欢歌老师好 你好 你好 邓门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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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为了方便大家 他对这幅画 看得更清楚 我们上一个道具 把它展示给大家 好 欢迎这位 朋友 谢谢你们这件传家吧 这个偶然的机会 就是我去日本出差 就发现这些一件作片 欣喜之余吧 我有那么一点 这个诧异 就是为什么 吴上说老师的作片 会在日本出现 按下心愿吧 就一定要把这件作片 带回来 这当时依我经济实力 也是做不到 把它带回来的 做来就辗转的 国内向朋友筹钱 又向这个家里筹钱 两年之后 把这筹块买回来 就也算完成了 我家人和我客人的心愿 好 我们恭喜你 搭成了一个心愿 那敢问这幅画 多少钱拿下来 这幅画 按人民币说的话 算是120万人民币 120万 如果真的的话 也不算是个漏 当然也许专家的评价 我们还是请上来吧 吴昌硕 晚清 上海滩 这个画台上的四大才子之一 您刚才啊 有一句话问得很好 说吴昌硕先生的好画 怎么那么多都流散到日本呢 吴昌硕先生 老年实际上在国内并不吃香 尽管画得很好 经过王一廷 推荐到日本以后 由日本美术界认可 才在反过来在中国走红 那么这张画呢 确实是吴昌硕先生流落在日本的一件真迹 画的这个橙楼花 怎么叫珠光呢 实际上呢 他用的是唐太宗永连的两句诗 珠光摇素月 竹影乱清风 大家想一想 皇家的帘子 珍珠帘 摇曳不停 这个荧光闪闪 非常像这个紫藤花 所以画家借他来提画 非常有文化品味 现在这幅画的价值应该多少 像这种晚年的作品 每平方尺 我想应该在二三十万元左右 那么所以呢 大体说来呢 您的钱呢 花的不愿 好 自己说 自己说 那是这个朋友 这个瓶儿是我两千年去美国探亲的时候 我姑姑让我带回来的 因为我姑姑就这一个弟弟 他不愿意中国的国宝流逝在国外 我儿子结婚以后呢 我父母就说 这个送给他们吧 留着让他们小两口 生活幸福美满 像这个龙凤一样 永远吉祥 这真是川家宝啊 名副其实 名字叫玉湖春 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器材 那么这个绘画呢 我们看看 它画的是粉彩的龙凤文 从绘画风格看 画得非常的细腻 这个粉彩呢 原文呢 和凤文呢 也画得非常的有层次 大清光绪年的红彩凯兔款 从款上看 也是非常规整的 从这个制作风格来看 应该属于光绪时期的 光瑶的一个品种 谢谢专家 东西是真的 谢谢专家 这个我想为了专家 价格现在值多少钱呢 这类东西 同时量还多 所以这东西不是太稀有的 价格呢 一般在买卖当中就是25万左右 谢谢专家 我这个是福建之宝 中国之宝 这是不是是块普通的石头 普通的石头 普通的石头 福建造三大平板 黄金海底的 还弄你客的 一客值 二三十万 这对值个几千万 不是上亿 您发大财了 祝大家共同发财 好 大家心里好 您好 介绍介绍你这件账品 这块石头呢 很久以前 我叔叔呢 无意当中收藏过来的 想把它丢成一个摆镜 丢个大县呢 过来以后呢 然后呢刨开了一个扫窗口 大家都大吃一惊 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填黄 一说填黄 我忽然觉得手头就皱了 真的 真的 差点没掉地 有这么大一块填黄 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以前不知道 这一次呢 上网一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了尾大大月 一旦跳 一二零九月二十九日 也是在我们不见厦门 五十七百二十五刻的 白天华 那当初呢 是以三点九二亿五元 红腰 那我就心里扑扑跳了 别笑 多重 是一千五百多克 天皇 它是硬帝 石头里面的皇帝 这里边有个故事 就是有一天呢 乾隆皇帝啊 做个梦 月皇大帝啊 晚上送给他一块 黄颜色的石头 那么姬晓兰 她说呢 这个黄石头呢 都在福建 寿山 农田里边的 黄石头 就是田皇石 福建 寿山 农田 第一个字是什么 寿田 你是天子啊 这个石头不是你 谁能拥有啊 他来给皇上当年拍马屁的不仅是和珅呢 小兰也这样 从此以后 乾隆对这个田皇呢 情有不重 这块东西 外边深颜色 我们称之为叫熟丽皇 开窗以后 里边金果银 里边黄的黄的里边是白的 所以他这块东西一定是老坑都市 老坑 还有个 以前有这样的说法 五个不成田 从它的形状 它这个硬度 它这个细腻度 它这个里边的纹路 各纹等等一系列 可以证明这是田皇 所以 刚才你讲的 这个一个价钱 我不敢说有这么多 对 这个 简直是天下无敌啊 但是 今天我们春节里边 带来这么一块黄色的田皇 福音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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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好 您好 各位专家好 您是专门收藏碧烟红 我们家是从事碧烟红市 我父亲就是祖传五代的夜派 第一个团成人 这几件藏品呢 可以说凝聚了三代老艺术家的心血 怎么讲 这个是我父亲师爷 叶仲三先生的这个作品 茶经 天人茶经 这两件呢 这是我父亲两位师傅 一个是叶仲三 这些三儿子 一个叶仲三四儿子 这个画这个作品 叶仲三就是什么呢 就是琥珀 金珀 琥珀 琥珀 这是茶经 茶经 和这壁锡 上面这盖是壁锡 这个是我父亲的这个作品 这是令人画的 对 他是用的你看 这是个玛瑙户 冰糖玛瑙户 你看 海水纹 就是乾隆年间的这么一个户 而且这一看就是当代的题材了 熊猫 咱们的国宝 带给我们吉祥如意 是的 来请专家介绍一下 好的 比烟湖呢 是我们收藏里面最大的一个门类 它什么都保 什么都有 那么我们这里呢 是冰山一角 实际上是比烟湖内化的一次旗袍 这个材质其中好大一部分都是老的 是的 料是老的很珍贵的料 水晶的 茶晶的 玛瑙的 血泊 你这个不是金泊 是血泊 这个宫 都是清代宫 第二点就是内化 内化 是我们清代 晚期才兴起 名家辈出的年代 光绪年间的一宠山 当代的你父亲 黄西三 都是大名鼎鼎的 内化 小组 其实呢 在清代 这比烟湖是奢侈品 士大夫 随身带三件宝贝 比烟湖 搬着 扇子 这都是互相攀比的呀 在这种风气的引导下呢 就有了这个 争其斗艳的比烟湖艺术 也就出现了这个 内化湖 五 我 用四个字来形容它 就是鬼斧神功 所以 您作为一个男生人啊 这些都是传家宝名副取识 谢谢老师 谢谢咱们 我们传家宝 送祝福了 谢谢咱们 谢谢咱们 谢谢咱们